好,大家好,第四段影片,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兩將的問題 在國戰,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在暗將的時候,大家都未出來的 那什麼時候要出來?為什麼要出來呢?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因為局勢的發展 比如說你一出來,令到你的局勢佔優的時候,其實不妨是兩將的 這段影片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是一個適當的兩將時機 那我們就用曹操和張核吧,這一局 手牌,這個牌很不錯 有加一,無邪,一開始都非常重要 開始大家都是掛一些裝備 大家注意到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3號位,它是扔了一張藍蟻入侵的 所以呢,我們可以首先,把它變成飛蟻 繼續吧,然後引機出來 這個時間,我們可以掛個階一吧 扔一張雷殺比較好,因為順落的話,如果不用的話 人們就會覺得是蟻國 所以我們可以留一張雷殺,扔一張紅殺 大家都是掛牌吧,你又扔走,又扔土 亦都可以將它標一個不是蟻國 王蓋出來了 王蓋太史詞 那我不是很明白為什麼它對這個2號位 可能有一張火殺,藤甲始終也是 嘲諷比較大,繼續拆 殺刀3號位 然後就托管了 開個五谷,這個開五谷的動作呢 其實就偏向不是蟻國 因為蟻國基本上是最後一個位才拿牌 那這裡可以略略錶一錶它是飛蟻先 可以留意這一個位置 可以留意這一個位置 1號位是拿一張圖 即是它很需要圖的角色 這裡呢 它殺了黃蓋 基本上如果你是蟻或是蟻 你有沒有必要殺到黃蓋呢 絕對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人和它剛才是想拿一粒土 這個人很大機會是蟻國 還有它是3血 它留一張圖 2號位出不出來呢 順一順 繼續順 它應該是想順1號位的圖 這樣就順不到了 留地 回血 3號位也不是五谷 有些人 它是刀殺鐵梢 這裡我們要留意 它有一個是托管 兩個托管 這個很大機會是隊友 而我們曹操其實是可以出來的 基本上這個時間 因為三個魏國有能力是打全場的 而且我們是一個張盒 是可以偷牌的 基本上這個情況我們可以出來 然後就偷牌 繼續放多次藍馬 這個不出來 好可怕 決鬥 鐵鎖連環 雷莎 閃 以我之真技和天下之造幻 唯我所控 殺到張閣 幸好有兩套 好 出發 那劉環有有沒有套快走呢 應該就沒有了 看看我盒 有一個曹霹 真的有 還有先驅,可以看看7號位的章 這裡可以偷牌 這張牌基本上可以扔無邪可擊,因為我怕沒有殺 基本上這三張牌也是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可以留意,上一輪是留了一張順 這時候就可以大牌用場 出來吧 偷牌其實可以偷1,2,3,4個人 基本上我們都是偷,接著下來 到他們回合這兩個人 還有黃蓋托古丹,他們已經出牌,牌都不太好 都是殺殺閃閃 這兩個人有肌的機會是比較大的 敵方有肌,就可以分藍馬 零臂也可以回人 出了滑誕 讓張國 可以先殺一殺張國 不用怕他有閃,基本上也不大 這裡我們選擇下七號位 因為首先,張國被人翻臉 王蓋的威脅不算太大 因為他有兩滴血 所以我們必須取三血的獎 三血的獎,通常能力比較強 但好不幸,綠順 兵我們就不用兵,因為已經翻臉了 所以我們多留牌比較好 周瑜 桃園丹也是無可避免 反而選擇這個恩姬 其實意義不太大 因為他有一個信玉,他也可以補牌 那這裡其實 我不如你... 剛才恩姬信玉 就丟了一張珠雀 丟了一張閃 對,那基本上 其實我建議你扣血 因為始終 你根本 你這樣丟了兩隻 留了一張袖 王蓋肯定是拼你 所以... 基本上你走都是沒有的 太詩詞 還暴露了自己的手牌 那殺張國這個就... 不是太好 因為只有三個魏國 你可以殺... 殺曹操比較好 其實我個人建議 因為基本上你殺曹操也有圖 他留了這麼多輪 這張牌是不會沒有圖 那王蓋夠不夠呢? 再拖鳴 還有,那一張照鳴 還有,這個... 還有,萬箭 死罪可免 闊我最難剩 屋... 好夢中殺人 那張哥應該是死了 那陸遜也是死了 按燒一燒 劇商一樣細節的問題 剛才那張哥 憑死的時候,華佗沒有表舊 因為你救完,王國也會殺他 那倒不如讓他收吧 讓這個太獅子抽吧 那之後太獅子就會 專打兩個計國 一些心理戰術 也是適當時候 需要放棄隊友 這個華佗可以做得更好 因為自己都沒有牌 大家殘忍了,自己都很難贏 這個基本上就是 一個 贏局 走殺 可以 順利取勝 太獅子也問他如何救 張哥 這個其實也是 代表華佗是一個 建議勇為 可以說 也是非常顧及隊友的一個人 但其實國戰就個人感覺 有時候是需要 保自己比較重要 所以就結束了 我的是我的 你的還是我的 所以其實國戰裡 我們很多時候需要判斷 首先就是在前期階段的時候 要判斷一下 身份 誰有機會是自己隊友 誰不是自己隊友 我們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有其他隊友一起出來 去佔到優勢 所以希望大家透過這段影片 亦都知道 國戰其實是一個 非常講求判斷力的一個模式 我們需要在適當的時候出來 亦都需要在 每一個細節位都要做得很好 希望這段簡單的影片 十幾分鐘 跟大家說一說 量將的時機 希望大家可以拿捏得到 如果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留言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也會去解答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